最近尤其是灰呼吸的鱼 然后在有我们之前我们群里面的很多朋友 这个让我感觉到 他们遇到低碳生酮一些不良反应 实际上不是低碳生酮这个饮食本身带给他们的不良反应 而是他们跟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博主买了一些很奇怪的补剂 吃完之后造成了身体的这种不良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是吧 这个东西我之前没有想的这么深 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这么透彻 今天我就突然得到这个结论了 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做低碳生酮呢 遇到一些不良反应 首先你要看的可能饮食是其次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进去纯天然的食物 是很少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 我说的是纯天然食物啊 反之呢 这个跟药品很相似的这种补剂 吃进去之后反而会出一些问题 大家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排除补剂对自己身体的影响 然后啊 有些人不仅是吃补剂 那种膳食补充剂 就像那种国外卖的那种胶囊似的 是吧 有人还跑去药房去买一些这个片 那个片吃 这个说说到底 实际上是应该有你的医生给你开处方 告诉你怎么吃药 而不是你在网上看的一些网红 告诉你吃哪些药 你就去吃哪些药 这实际上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不负责任啊 或者说您的这个健康意识还不够高 嗯 你要是去国外是吧 这个国外的这个MD 就是medicine doctor 他们是有权利给你开药方的 你要去药房拿药 人家是找你要那个处方的 你没有处方可不能乱吃药 也不能乱买药 我们国内的呢 可能确实这方面管得不严 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消费者随便买 但实际上就是 在咱们这个低端生酮 我们本来生酮饮食就是一种 比例比较特殊的一种饮食 有一些电解质 你要真的是乱来 然后呢 你吃的东西 我们结构就已经很简单了 可能会对咱们身体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所以前面我说那个结论 你一旦觉得身体不舒服了 首先该排除的 是你要看看你自己 呃 吃的那些补剂 有哪些有问题 你自己要是看不明白 可以问我们 我们有时候在群里面会 告诉大家哪些东西不用吃 我遇到很多朋友 其实 甚至有单独找我咨询的朋友 都有的 呃 首先我就会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吃了什么东西 是吧 不管是食物 还是补剂 一项一项都给我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然后我会告诉他 哪些是 你尤其必要 一定要吃的 哪些是 不用吃的 基本上最后都砍掉 只剩一两个 然后 把很多补剂 不必要补剂 砍掉之后 他的一些奇怪的症状 奇怪的现象 就有 基本上两天之内 两三 两三天吧 有的甚至是第二天 就没了 很快的 不论是什么腹泻啊 什么头晕啊 呃 腿乏呀 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 一些补剂造成的 所以大家不要说 一把补剂吃下去 完了 好像就 指望着这一把补剂 能够让自己变成超人 我觉得这是 啊 我说难听点 是智商税啊 也有很多人会问我 平常吃什么补剂 我 我基本上 平常除了维生素D 其他的东西 全部靠食补 呃 然后最近两天 因为是 呃 在深圳嘛 感觉快要到冬天了 然后 有的时候呢 这个晚上有点凉 我就会在早晨 10点 11点左右 跑到楼下去 晒个半小时太阳 然后我再上来 整个人都觉得很舒服 大家都 尽量的找机会去晒下太阳啊 有人可能会说 哎呀 维生素D可以代替 晒太阳 这是不对的啊 下次我再找机会 给大家找点文献 找点文献 然后 把文献里面内容告诉大家 这个太阳 晒太阳跟吃维生素D 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啊 这区别可大了 大家不要以为 呃 不用晒太阳光吃维生素D 就可以了啊 对啊 这个Lisa Lisa说 我把各种补剂都停了 然后觉得精力更好了 是的呀 你这一大把补剂 大家以为这里面 全部都是营养 营养素吗 其实很多都是淀粉的 大家学会看那个配料表 学会看那个说明书啊 即使那个瓶身上没有印 你可以 把它的那个 随和带的那种 一大张纸 翻开看啊 但是又比较考验大家的英文 这是比较麻烦的事 所以这中间存在很多陷阱 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weal weal节也是的 但凡在咱们群里的朋友 我们都会建议你 基本上除了维生素D 呃 除了一些美剂 一般人的话 只要 你吃够食物 你像因为我们之前 在群里面也会给大家说 我说 大家吃的肉 喝的骨头汤 里面有大量的美 是吧 如果有些朋友喜欢吃一些内脏啊 吃一些什么 呃 杂呀 羊杂猪杂啊 这些里面 很多的美啊 其实你不用额外补美了 这是一个问题啊 给大家提个醒 那个便秘是对的 可能是您长期的 那种 呃 高碳水啊 低蛋白啊 然后低盐低油的这种饮食造成的 只有很多 以前我还遇到一些朋友啊 就是以前一起上班的一些朋友 他就是 呃 便秘我就不知道 像他是有那个胆结石 但是你仔细问他 他平常的饮食是 呃 高碳水 低脂肪 然后呢 就吃那么一点蛋白 就是只吃瘦肉啊 喝面条 然后 不吃肥肉 然后我说你吃不吃坚果啊 坚果也不吃 所以跟这个脂肪有关系的 所有食物 他一概不吃 像这种人就比较容易 有这种胆囊结石 那您说这个便秘 其实也有可 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因素啊 还是跟上面那个朋友一样 您搜一下 在那个小红书里面搜一下 便秘 空格 咱们右下角 就六个字母 然后 KIDO CN 然后就会有两个视频 您可以看一下 看完之后 你就 对照一下自己 看自己是饮食方面 或者是 营养素方面 哪些地方不足 这个不敢吃炎是个问题啊 这个绝对是问题的 那个 我之前看了一整本书 这么厚的一本 这个老外写的一本书 也是一个医生写的 就叫你 为什么要多吃炎 就是 不吃炎 有它的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大家都是在高碳饮食 都是在高碳水饮食 吃很多米面啊 糖啊 这类食物 在这种情况下 本身 这个咱们身体 啊 分泌出来的很多激素 就会让我们的血压增高 然后你再吃点盐 可能 会让血压更高一点 然后呢 就会有人做实验 发现 哎 这个盐少吃点 能够降点血压 但实际上 大家要注意啊 我在这给你提醒一下 这个大前提是 吃的是 那个 高盐 高糖 是吧 这个 高碳水的 一种饮食环境 现在咱们在做低碳饮食了 在做生酮饮食了 这个盐要跟上 一定要跟上 因为什么呢 只要你在生酮 咱们就会 那个酮体 酸性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 这个会让我们排尿奥会增多 排尿奥增多了之后 会 让我们的那个体内的盐分啊 会失去的更多 这个时候呢 平常吃饭 吃菜 更要多吃点盐 就不要担心什么 血压的问题了啊 我刚才说了 血压的问题 不一定是盐的问题 还有什么 鎂啊 钙啊 这些问题 大家不去解决 不去系统的思考问题 光去看盐是不行的啊 所以 这个 这个 Will Jill 这个朋友 我跟你说的 好多减肥博主 说低油低盐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要看看这个减肥博主 他的资质问题啊 他是不是 比较提倡低碳生酮 不要光说减肥博主 那减肥博主多了去了 是吧 传统的减肥博主 健身圈的练肌肉的减肥博主 自称营养师的减肥博主 还有什么也不是 完了 自己号称 自己减了几十斤的减肥博主 这种博主太多了 我是建议大家 对这个知识的来源 一定要有所筛选啊 这个很重要 你跟错人了 你学到知识都是错的啊 因为很多东西是有一个前提的 他默认你是吃高碳水的 那好了 你就跟他减盐减油吧 是不是 如果您准备做低碳生酮了 那您需要找像我这样的 低碳生酮的博主来问 才对 然后他们说吃盐吃多了 缩水不掉秤 这种都是平民的一种 或者说非学术性的这种说法啊 这个不不规矩 不准确 还说吃盐掉头发 那算了吧 他可以说的 无限拔高 他他要制造焦虑 他一定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吧 那你说怎么办 那好了 我给你推荐一款产品 可以很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你去买吧 是吧 但是你吃完之后没有效果怎么办呢 哎呀 那你再试试另外一款产品吧 那您就这个入圈了 对不对 那个weal jail朋友 您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不过挺好的 您您在外面多观察一下 这个别的博主都是 怎么样一个营销方式 回来你告诉我啊 因为我平常不会有那么多时间 就看别的博主 怎么怎么怎么折腾 然后和平鸽子说 可以吃百香果吗 我建议别吃 你只要什么水果 你放嘴里 舌头上你觉得很甜的 你就一概不吃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评判的一个方法 那基本上我觉得不甜的 就是比较酸的啊 呃 有些番茄比较酸 黄瓜一点都不甜 是吧 可以吃 嗯 有一些蓝莓 大家记住就是 有一些国外进口的蓝莓会比较甜 你尽量选那种 个小点酸一点的蓝莓 是吧 呃 但凡你放嘴里觉得有点 有点酸 有点酸的这种 还算比较安全 呃 如果你放嘴里面一吃 第一 第一感觉就是甜 那这个水果就尽量别吃 这是呃 做好生酮的 我告诉大家的一个经验啊 其实也很简单 对不对 啊 对啊 那个 如果你仔细看我跟那个崔医生 之间那个视频的话 他就会提到有一个 就是呃 便秘的话 除了你的饮食 比如说红量营养素 比如说你肉吃够没有 对吧 呃 后面另外一块 就比较大的一块 就是定解质这一块 定解质 盐呢 钙呀 呃 还有鎂呀 这些 还有钾 这些东西其实是协同作用的 如果你盐不够 那你这个肌肉的 这个叫呃 术语叫激发 irritation 这个激发的能力就很 很差 这是相当于我这个肌肉要崩起来 要紧缩 他需要有一个激发的一个神经信号给你 那你这个神经信号 如果都产生不了 或者说很弱 那你这个肌肉就动不了 这是生理学 人体生理学里面讲 所以你说这个盐不够 那是很大的问题 不光是你的肠道 蠕动有问题 我甚至可以说 你去跑步 跑两步就跑不动了 是吧 你整天都懒懒三散的 只想躺着 这都是呃表象 不光是你便秘的问题 所以很多表象能能够判断出来 呃 你到底缺什么东西啊 你像以前咱们中医 为什么感觉那么神啊 其实人家不一定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宏观的这种联系 他能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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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啊 喝水真的要放后一个小时才能喝吗 这个没有特别的限制啊 没有特别的限制 那个我平常这个喝水的喝水的时机 真的我觉得不是一个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呃 像我平常就是你渴了就喝水 你要是不怎么渴呢 你就怎么说 不怎么渴 你就不用刻意去喝水啊 而且饭后饭后 我是这么建议的啊 饭后如果你确实要喝水 这中间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的那个胃酸是 你刚吃完饭 这个胃酸是要拿来呃 消化咱们的蛋白质的 你要是蛋白质本身就吃了很多 是吧 这一餐你吃了很多肉 那更是需要那个比较强的浓度的胃酸 来帮你消化蛋白质 那这个时候就不适宜喝太多的水 一次性喝很多 不太好 就是如果你即使要喝 你也是喝一些酸一点的水 是吧 喝点苹果醋啊 喝一点那个鲜榨的柠檬汁啊 这可以喝 你喝一个这么700毫升 500毫升 或者是两三百毫升都可以 但是就说 没有说约定说 一定要一个小时之后再喝水 比如说你喝个一两口 那当然就可以了 那如果饭后你立马就要喝水 那是建议大家竟然喝酸的 我和老公做生酮 我的血酮是3.2 他二型糖尿病还是0.4 血糖在6到8 这位和平鸽子 其实您老公跟你一起做生酮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很多人都是不愿意做生酮的 他0.4你别着急嘛 血糖是6到8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您老公这个糖尿病做了多久了 已经得了多久了 就是您先别着急 因为糖尿病一般都是两种情况 他如果说确诊糖尿病时间不长 是吧 查出来时间不长 那可能还处于一个高的高预导素血症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确实生酮就很难 是吧 然后他现在还是主要是 以那个葡萄糖为主要的代谢燃料 同体的可能是利用不充分 但是这个你还是有必要监督他继续做下去 直到那个有段时间 他这个血酮能够慢慢上来了 血糖再继续往下降 能降到五点几 这就漂亮了 对吧 如果他这个时候还在一直打胰岛素 一直在吃些药 那么这种状态 你就需要怎么说呢 这种状态 你在打胰岛素的状态 还要做生酮的话 就会遇到阻碍了 这个时候就最好 我是建议您可以找我们的崔医生去 去咨询一下这些问题 这个因为毕竟涉及到这个 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你可以把你的做生酮的一些好的经验告诉他 怎么控制碳水 怎么吃蛋白质 怎么吃脂肪 这个量怎么控制 不至于吃太多 也不至于吃的不够 这样是 比较重要的 而且 糖尿病人的话容易损失肌肉 国外做研究 他们是 每十年 咱们的肌肉量 糖尿病的这部人 肌肉量会损失7%还是8%吧 总之就是说 糖尿病人如果确诊时间比较长 将来恢复的时候 要注意多吃点蛋白质 程小姐啊 我记得你 你说刚刚你见一个高血压的男生去生酮 你去看他还算认知能力比较强 他说 生酮是肾脏负担很大 肾脏负担很大 没有医学方面的证据 这个是乱说的 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文献 基本上没有说 生酮对肾脏负担压力大的 除非你本身就有肾病了 这个时候才会有 你比如说你吃点蛋白质 什么的 我们肾脏做一些正常的代谢 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 你不能说 我多吃点肉 完了我肾脏就要完蛋了 就要得肾病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不想做生酮 其实是缺乏内驱力的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我们那个保安中心医院 我们是有那个什么 在是中国低碳医学联盟的一个发起人 我们那个医学联盟里面 就有一个医生 他在天津 他叫王童 是个女医生 肾病医生 很多那个得那个尿毒症的呀 或者是他需要透析的一些患者啊 他都是通过生酮饮食在干预的 所以你别说做生酮饮食 会让肾脏的负担压力很大 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是生酮饮食能够挽救很多得了肾病的人 能够帮他们延长生命 这个才是真正的现实啊 这个东西可不是说你说啊 肾脏压力大就肾脏压力大了 你得拿出医学证明出来 是吧 有哪几个研究 有哪几个文献说了 这个东西对肾脏有损害的 压力大是什么意思 压力大是损害吗 损害跟压力是一个概念吗 不一样的啊 可能是我们这个 从专业角度是比较抠字眼一些 这没办法 啊 和平鸽子呢 十年了 那还是 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他的那个 不过十年也行啊 十年也也行 和平鸽子你 你不要乱 乱给你老公操作啊 就是 你又是让他零蛋白饮食 又是没打针吃药 啊 没有打针吃药 如果血糖是六到八的话 其实那控制的还行啊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您先自己操作 你要是觉得操作的 不太 效果好 你还是尽量找 那个专业医生帮他调理 这样会好一点啊 不过也存在一些 就是理解能力比较强的 我记得 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上海的 一个一个大姐 她五十 五十多岁 五十岁 完了她看咱们的节目 自己操作 她自己啊 做那个 她自己已经得了 疼良病得了十七年了 还是将近二十年了吧 完了 她自己最后就停针停药了 这个仅限于一些 确实学习能力比较强的 所以 您如果真的是要帮你老公操作的话 我是建议你多 把咱们的节目啊 从头到尾 翻来覆去的多听几遍 啊 然后做好笔记 把一些细节都记下来 然后 再来给你老公操作 你不能说一知半解去操作 这样 不好的啊 我们是不太建议这么做的 何明哥的你说 现在刚尝试生酮不到一个月 快把视频看完了 啊 视频啊 我是建议 那个喜马 喜马FM也有啊 你可以在喜马 那个地方也可以听一下 那个地方是 比较比较长 比较 怎么说 适合你在开车啊 睡觉 那时候听会比较好 转按眉升高 就是肝脏有损伤 肝脏有损伤 或者是脂肪肝啊 或者是病毒性的啊 这种 是很适合做生酮的 不过呢你要结合 那个医院的一些检查 就是生酮能够逆转脂肪肝 所以你看看你这个转按眉升高 是什么来源 是脂肪肝造成的 还是一些别的一些啊 病毒或者是疾病造成的 一个肝脏的损伤 你要同时放到一起去考虑 这位小红鼠 2058的朋友啊 就是大家统一的可以认为 这个生酮是一个抗炎症的一种饮食方式 不光是抑制炎症 像他们很多那个甲状腺的问题的那些人啊 或者是肠道消化有问题的人啊 他们都用生酮饮食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 就是抗炎 抗敏 就这些作用啊 这个 小红鼠说 5F1209 这位朋友说啊 最近一直在听节目 说更年期适合生酮饮食吗 啊 好吧 那个怎么说 前段时间啊 咱们那个微信群里面有一位朋友 是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刚好就今年是51岁还是52岁吧 5050岁出头 呃 是一位姐姐 完了呢 他在这之前 前两年还 这个更年期的现象不明显 那我是在2021年底的时候遇到他的 他那个时候还挺好的 做生酮啊 做什么的 这个感觉都挺好 但是 到了今年 今年年底啊 现在就是上个月的样子 就是他觉得 呃 整个更年期的感受 不好 就是他去医院去做血糖 测试 呃 去做这个血脂的测试 检查 然后发现这个指标都很乱 很多指标都上升了啊 然后我还 呃 刻意的帮他查了一下 查了一些文献 就是说 呃 妇女 尤其是妇女啊 不说不说男生 就是妇女在更年期的时候 有一个激素会上升的很大 是什么 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 就是 还有去肾上腺素 两个激素 呃 epinephrine norepinephrine 这两个激素 上升的非常高 啊 同时他的那个 磁性激素 就是 大家这个 没有更年期之前 来姨妈那时候啊 来的那个激素 那个磁性激素 基本上没有了 因为那个卵巢 已经开始啊 退化了 呃 这个时候 就是身体 它是不由自主的 它是一种 反馈性的一种 呃 措施 就是大脑感受到了 这个体内磁性激素 没有了 越来越少了 这个时候呢 他大脑 他会有一个 他就算是一个生理机制 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咱们不好说 我们现在调查不清楚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肾上腺素 啊 咱们那个肾 肾脏上面有一个小尖尖 那个小尖尖上面会 啊 释放出来很多肾上腺素 还有去肾上腺素 然后这个肾上腺素 大家听清楚啊 这个肾上腺素 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 会分解我们的蛋白质 会分解我们的脂肪 一块很多东西 很多指标 大家去医院 在更年期的时候去测 都会升高 然后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呢 血糖升高了 这个肾上腺素 升高了 就会影响我们肝脏 生酮的效应 所以这一段时间 更年期你说 适不适合生酮 我觉得你更要去做生酮 因为这段时间 激素是乱的 你的血糖 血脂是升高的 你的胰岛素抵抗 也是要升高的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你要保持一个 良好的健康状况 你最好是能保持一个 相对低碳 尽可能生酮的一个 饮食结构 这样的话才能保持 你的体重 不会特别大的变化 是吧 因为更年期妇女 你要长胖太快了 太容易了 是吧 你放眼一望 咱们小区里面 这大妈全是都是身材 怎么样的 怎么来的 是不是 就更年期 如果保持 仍这个以前年轻时候的 高碳水 高糖的饮食 那长成那些 大妈的那种 梨型身材 这个苹果型身材 这都是不用想的 想当然的事情了 所以我认识的那位姐姐 她是一个 她是一个运动员 以前是长宝运动员 所以她对身材的要求 是很高的 但是对她的最好的建议 仍然是继续做生酮饮食 对吧 所以这位叫 5F1209FC的这位朋友 更年期一定是适合生酮饮食的 你即使是去国外 看国外的很多医生的建议 也是这个样子 但凡是咱们这个低碳生酮圈的人 都会这么建议你去这么做 但是如果说你跑去医院 去问一些传统的医生 那这个答案就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还是看您对低碳生酮的 一个了解程度 以及它对你自己的身体 带来的好处 对我们激促的调节 对我们保持一个相对稳定 一个体重 有多么好的一个功效 你了解了这些基础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了 这个应不应该在更年期 做低碳生酮了 好了 因为这个说了好多了 油炸小可爱朋友说 生酮按比例来吗 这个我是尽量的 希望你不要按比例来 70%脂肪 20%蛋白质 10%碳水 这个是怎么说的 咱们医学上的一个严谨的定义 但实际上你在操作的时候 并不需要像这样做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大多数人 我们我自己也算过 我自己平常是怎么吃的 就是脂肪不一定要 扣在70%以上 基本上60%到70%之间 就可以了 蛋白质是可以浮动的 根据你的那个年龄啊 根据你的运动啊 运动量啊 是吧 根据你的食欲啊 这方面蛋白质是可以拨动的 碳水 10%也不是死的 你甚至可以更少 是吧 5%都可以 看你的这个喜好 你平常饮食的结构 所以这个油炸小可爱啊 这个比例不是死的 我们人吃东西 从来不是死的 我经常跟群里面的小伙伴 举例子 我说 如果从今天开始啊 大家跟我一起旅游 去巴西亚马逊森林 进行为期一年的野外生存 咱们要做的不是别的 就是如何在野外做好低碳 做好生酮 大家想想在这个时候 怎么做 对吧 这个时候你去采 采集什么食物 你去补什么列 是吧 你吃的食物的比例 那个时候你有计算器吗 你有手机吗 比例你是不可能去计算了 是吧 所以 低碳生酮 可能是我啊 特别 尤其是我 我是很强调 大家去做这个 比较回归自然 回归 食物原本食材的这种 天然的方式的饮食习惯 不是怎么去靠什么 补剂啊 不去靠什么一些药物啊 什么的 万元酮啊 这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特别推荐的啊 只有一些很特殊的人群才有必要吃 是吧 他们是亚健康情况 亚健康情况或者是疾病 是吧 这种这种情况他们来做生酮 可能会需要一些外缘的一些辅助 但是如果我们本身就很健康 或者说仅仅只是啊 些许的肥胖啊 这但是整体感受是很好的 那么这种情况就不要啊 过多的去盲目的去追那些 补剂和外缘酮了啊 甚至那些什么生酮典型什么 那些东西都不是必要的东西 如果大家问我什么东西是必要的 我可以告诉你东西都不是必要的 除了肉啊菜啊 奶啊 这些咱们平常啊 司工见惯的 咱们人类吃了几千年的东西 别的东西我都认为不是必要的 有人说吃米饭补气血 这是不懂生物化学啊 我不管他了 特别说女生 补气血这是一种很虚的说法 这咱们 但凡是吧 接触点科学 我觉得这个 呼伦吞枣 咱们真的是不适合在这儿 这都什么年代了 是吧 那么气血 你给我定义一下 什么是气 什么是血 对吧 气血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人体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是微量矿物质了 是维生素了 是红量 呃 营养素了 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一点啊 你光是气血两个字 那不行啊 咱们中医是几千年前发明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 是受限于当时的年代 是吧 那些那时候 很多东西解释不清楚 你可以说气血 但是 现在都 什么年代了 是吧 能查清楚东西 你就说清楚啊 不然就容易中间 有一些啊 胡伦吞枣啊 有一些这个 骗人的把戏啊 我不是说中医骗人的把戏 我只是说 如果这个问题 大家不去调查清楚 你始终都是蒙在鼓里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只可能是 一堆乱七八糟 几十副东啊 像他们吃药一样的 几十副药引子 几十副药 你一块吃下去 你不知道中间哪个东西起 是起效果的 但是你说啊 咱们生童啊 你问我 那我就说啊 是维生素B 那就是维生素B 是吧 是甲就是甲 是美就是美 是是盐就是盐 是吧 是是肉就是肉 这个咱们定义的很清楚 但你光一说气血 哇 这玩意儿就说不清楚了 可能我不是中医专业的啊 可能需要有一个懂中医的 呃 大家不要担心 其实即使是中医 也有支持咱们低碳的生童的 呃 以后有机会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 这一方面的医生啊 你们如果真的是喜欢中医 但是呢 又放不下低碳生童的好处 自然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些 呃 比较好的 呃 怎么说呢 有实践精力的 支持咱们低碳生童的中医 是吧 你们这个时候再去大谈 什么气血啊 什么 什么虚啊 什么湿啊 热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了 锋利的刺刀的朋友说 生童半年了 怎么超过24小时 断食还是受不了 那一般没有必要超过24小时啊 如果你要想想你超过24小时 做做这个断食是为什么 但一般来说呃 你受不了的时候呢 你去喝点热茶 热咖啡 嘛 吃两根黄瓜 吃点什么啊 吃吃一颗番茄 这个并不打算不会打断断食 是可以继续坚持下去的 像他们国外做这种长断食 是建议呃 不管是病人也好 还是做断食的人也好 让他们去吃喝骨头汤 是吧 这个骨头汤里面既有些许的氨基酸 又有足够的那个脂肪 还有很多的盐 是吧 还有我们说的那个骨头里面 有钙呀 有铭呀 这些矿物质全部都给补了 所以这位叫锋利的刺刀的朋友 你真是觉得断了24小时 你觉得受不了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还是要继续断食下去 我是建议你去喝点锅头汤 自己事先去熬一锅汤 你再去喝 实在扛不住你就喝 油炸小可爱继续说 总感觉脂肪60%到70% 不额外喝油 靠吃肉或坚果蛋白质 就容易吃多 我反而觉得喝油容易喝多 我觉得这个 这个你个人的感受吧 我平常其实大多就是吃肉 吃肉了 然后你说炒菜 也是用正常用油啊 你要吃很多菜才行啊 你可不要说 你是在纯肉饮食啊 纯肉饮食我不在行 帮不了你 所以你说 如果你的饮食结构里面 都是除了肉就是坚果 除了肉就是坚果 那是容易吃多呀 是吧 但是如果你把蔬菜吃够了 像我是建议你 大家每天能够吃够一斤到两斤的蔬菜 我是建议能够多吃一点啊 我甚至觉得你吃三斤 能吃下都行 其实你炒菜的时候 也会往里撒油 那个时候你边吃菜边吃油 你一点不会觉得腻 也不会说喝 把这个油一下喝进去过量了 然后你吃了足够多的菜 你这个胃 其实也被撑了一大半了 你再吃 按照咱们节目 你可以知道自己大概应该吃个 三两四两半斤肉 这个一般 按照这种吃法 你会吃得很饱很饱 啊 饭后如果你再稍微吃那么两颗坚果 就不想再吃了 这个正常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们群里面的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 都不会吃超 反而啊 认为这个做成肉饮食好的这拨人 很容易吃多 我上次给大家给群里面人发了一个截图 是国外的一个做成肉饮食的一个大逼 他一天吃三磅肉啊 三磅肉跟咱们三斤肉是差不多的一个重量 那多少呢 1.5千克 他们吃成肉的一天吃这么多 当然这个人体重本身就比较高 他是练肌肉的浑身腱子肉 他一天吃三斤肉 但我想对于咱们中国大部分人来说 你说做成肉 一天吃多少肉 我估计有人一天吃两斤肉是有可能的 但是即使是这种吃法的话 按照我们那个生酮饮食的定义 是很容易吃超的 不管是蛋白质啊 还是脂肪很容易吃超的 吃超了之后就容易这个体重就降不下去了啊 你可能刚开始成肉的时候会觉得 哎 体重降下去了 那是啊 你本来那个胰岛素就下去了 那是 那是你的那个体重会会会降低啊 但是怎么说呢 大部分人如果一直这么吃下去的话 体重是没办法拿 是是是不可能进一步下降的 奶制品 奶制品哪一种比较适合 奶制品的话 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吃两种 首先咱们说那个纯纤鲜奶吧 纯纤鲜奶里面乳糖比较多 我是但凡有人问 咱们会建议不要超过250克 250毫升 250毫升里面大概就是有10克乳糖了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喝太多的那个纯牛奶 你真的是要喜欢喝奶制品 就去自制 自制那种无糖酸奶 或者呢 去那种比较好的超市里面去买一些比较好的奶酪 比较好的奶酪就基本上没有乳糖了 而且蛋白质跟脂肪 不要买脱脂的啊 蛋白质跟脂肪的比例都是 基本上是1比1 这样比较适合吃 这个Wheel Gel的朋友说 我现在有的时候中午就吃一点 吃一顿肉 吃点生菜 一天就不饿 但是我要建议这位朋友啊 这个Wheel Gel 我之前有一个节目 我希望你可以去看一下 叫做蛋白质的强制性损失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咱们人体啊 就你一天啥也不干 你就光坐那 我们就会消耗30克的蛋白质 30克蛋白质换算成肉的话 大概就是150克了 所以 我们人 如果说 刻意的 你说像刚才Wheel Gel这个朋友 他说 我一天就吃一顿肉 吃点生菜 一天都不饿 是啊 你扭闭 是吧 扭闭了 这个是因为你生酮了 生酮它会抑制你的这个食欲 这是正常的 但是不意味着 你这一天该摄取的营养 该摄取的红量营养素 微量营养素 就够了啊 呃 这个东西是在 应付饥饿的时候 是可以的 是吧 本来我们生酮的这套机制 就是 为了应付咱们大自然 某一天突然 比如说 啊 会心撞地球了 或者是发洪灾了 发旱灾了 这个食物不够吃了 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转为燃烧脂肪 我们人能够活下去 能够活下去 只要你脂肪足够多 你能够活的时间也足够长 但是不代表 是吧 你这个肉 没吃够 你的肌肉就不会流失 就不代表你的内脏 你的器官功能会下降 是吧 不代表你的这个 甲状腺功能会减低 啊 这都是问题的 所以 就是说 这个wio gel 你不饿 虽归不饿 但是如果说 像我指导一些网友 我就会强调 你每天吃的肉 一定要达标 你不论说 你再怎么不饿 你该吃 比如说150克 这是最低限度 你必须得吃 是吧 甚至有一些朋友 他要做长短食 我要做36小时 72小时 啊 我要做7天的长短食 啊 这都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 这个肌肉 这个肌肉是 流失掉了 是很难长的 有些人是很难长的 或者说 你要花很长时间 把它长出来 你怎么既做好生酮 又不要流失肌肉 这是你们女生 需要注意的问题 你不要说 啊 我不饿了 我不吃了 我今天不饿 我明天还不饿 好了 我不吃 不吃什么 完了之后 你体重是 也许有所下降 但是到某一个时间 你的这个肌肉 不够了 你整个人看起来 其实是 怎么说呢 你的绝对体重 好像是下降了 但整个人看起来 比较浮肿 比较 就是说 你一揪这个肉 一揪这个肉 就发现 哎 怎么揪起一坨肥肉来 怎么下面没有鸡肉了 就跟那些比较健美的女生 是天壤之别的 所以 你这个生酮没做好 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效果 所以 就是说 怎么说呢 你不饿归不饿 还是希望你 该吃肉的时候 吃肉啊 这个叫 WillJell的朋友 这位叫 惠位子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是 同流感的话 一个是建议呢 不要特别快的 去断碳水 我 我的所有的节目 都是建议大家 循序渐进的 断碳水 你不要说 我今天 要那个 做生酮 我昨天还在吃碳水呢 今天就所有碳水都不吃了 完了之后 你就很容易进入同流感 我们生酮的 很多的 负面的那种感受 都是断碳过快造成的 不论你是 月经不来 不论你是 这个姨妈推迟 或者是这个掉头发 就是还有很多 头晕 都是你这个断碳太果断 太快 这个时候不需要大家来表决心 我要做生酮了 我断碳 我明天就断碳 这个时候不需要大家表决心 一个比较科学的 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饮食的一个调整 是循序渐进的 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对不对 谁说了这个做生酮 马上 昨天还来吃碳水 今天就要断碳 而且我从今以后都不吃碳水了 这样是会遇到 那个负面效果的 那这种负面效果 对于女生来说 是尤为明显 我遇到的男生 不会受很大的影响 我们 我们诊所那很多男生 今天让他断碳 他明天就断了 是吧 断完之后 过三天 生酮了 而且酮体也挺高 是吧 男生基本上不受到 这些负面效果的影响 基本上 这个负面效果影响大的 都是女生 全部是女生 所以男女是有区别的 大家不要 一股脑的 或者叫无脑的 去操作 这个同流感难受 而且你可以多喝点 多喝点那个盐水 多喝点盐水 其实 除了缓慢断碳 是最好的方法 那真的是 如果要那个 缓解同流感的 这个感受 那只有喝盐水 这一条路了 没有特别多的办法 除非你去回去吃碳水 那是没有办法 那又回去了 是吧 不是我们的初衷 我建议你 多看看我的节目 这个你不要在直播间里面 问我吃多少 你这个吃 我刚才说的是个浮动的东西 你怎么说 我现在给你个树脂 然后你就天天这么吃了 这也会吃出问题来的 那些稿配餐 那就是这么 这么告诉你 怎么吃的 你会出问题的 你还要减到90 这个怎么说呢 现在目前在直播间里 帮不了你 我只能说 你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去学习一下 然后调整一下 你的饮食结构 是吧 适当的锻炼 然后呢 你如果就说 低碳生酮 你整个适应好了 花个两三个月 适应好了 然后你觉得体重还没达标 完了 你再可以稍微 加点断食 加点运动 尽量的把体质再刷下去 是吧 但是不能保证说 好了 我减到90了 我就能一直保持90 这可不一定 对不对 这是要结合你的 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给大家 说过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一些总结 就是一些人 我遇到的一些女生 基本上BMI降到19 19.5左右 他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讲 往下减了 即使他一时间减到 这个BMI 19点几以下了 但是他这个食欲会控制不住 身体会告诉他 你这个体质率太低了 你这个体重不够了 或者说怎么了 他身体会释放出信号的 激素会让你多吃 你一旦扛不住 你就抱持吧 对吧 这个我现在 现在先把这些预防针 给大家打好 等你吃吃吃 吃完之后 又吃到19.5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体重是降 降到90以下了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你的体重已经过低了 然后你过一段时间 你终于忍不住了 抱持 或者说 你这个食欲 终于终于是控制不住了 完了 你最后又涨 又涨的95了 这个就是 你可能是你最终的一个 适当的体重 但是这个体重 我说了无数次了 体重不是你最后的 那个健康的表现 是吧 你最好就是 拥有一个95千克的体重 但是你看起来 跟人家90斤的人 一样瘦 一样漂亮 是吧 一样的健美 这个是你需要做的事情 我其实不希望 大家把这个体重 当做你自己 生同饮食的最后的目标 而是你整体的健康 整体的自我感受 是吧 你的体脂率 还有你的那个 身材的健美程度 曲线 是不是 我不希望女生 老是去看这个体重啊 把自己是吧 前凸后翘都给减没了 都平了 没有意思了 是不是 我不不用 不用最后看这个体重 就是你去 去找那个崔医生 你说啊 我断食20天行不行啊 行啊 你交钱 交了钱之后 让你断食20天 绝对能给你减到90 90斤以下 但是之后的事 没人管你了 是吧 你回去之后 你自己吃 体重控制不住 是吧 最后你体重 还是要涨回来的 这个都 说了半天 就是这个意思啊 大家其实 你最终要找到的是 一个能够让自己持续 持久 坚持下去的一个体重 而且 看起来又漂亮又美 又健康的一个状态 这个到底是多少斤 那可不好说 不是90斤怎么办 92斤 93斤 94斤 会不会有可能啊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wheel gel 我是不建议你特别的专注你的体重啊 真的是不需要你专注你的体重 然后你的胃不好的话 是需要调理一下的 平常喝点酸的 喝点苹果醋啊 喝点那个柠檬 柠檬汁啊 是吧 这个酸的东西多喝一点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胃病有很久了 那是要治的 因为这个东西影响到你将来年纪大了之后 你想想啊 你现在还年轻啊 我要90岁 90斤 等你自己到五六十岁了 你想想 如果你那个胃还不好 你整个肠胃的吸收能力很差 最后你就是一个瘦别别的一个老太太啊 你吃什么也不能吸收 那最后真的是身体会很差的 要肌肉没肌肉 是吧 你要要什么身材也没身材 是吧 你体力也没体力 人老了之后 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还很差的话 那真的是对寿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更不用说你将来如果说还孩子要生孩子 这对你的肠道吸收消化是影响很大的 那要求也是很高的 这都是问题啊 你不要在这老是强调你的体重 你体重掉到了90斤 不代表你很健康 不代表你未来会很健康 所以你是需要找一个 找一个全面懂得健康营养调理的一位 不管像像我这种健康关系师 你可以多看节目多科普 是吧 你可以找到一些好的医生 一些好的医院 他给你调理你的整体的健康营养 让你的消化吸收 整体都可以变好 整个人容光焕发 这样就好了 是吧 解决你后半生的问题了 那个鹿小鹿 哺乳期也生同饮食 呃 有些人是能做到的 但是我觉得哺乳期做好低碳就可以了 那你比如说你哺乳期到六个月 或者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要断奶了 那个时候你再生酮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但是说你正是要大量分泌乳汁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生酮是有点够呛 除非你每天可以吃很多很多肉 这是可以的 像我老婆 我让他多吃肉 他也不乐意多吃肉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这个鹿小鹿的朋友 如果你确实能够大量吃肉 是吧 大量吃肥肉 吃吃吃肉 都不行 是吧 你只要把额外的这个 唐医生的来源能够补充上了 也行啊 对吧 这个我们都分析过 这个不是说不能完全不能生酮饮食 是很多人他的饮食习惯 咱们没办 没有办法给他纠正过来 那只能建议他低碳 好了 这个乐阳妈妈说 我生酮初期有爆碳水 爆碳水都是人之常情了 不用特别紧张 这爆了碳水 那从头来呗 一般都是这样 贿贿子说 你生酮前一天疯狂吃了碳水 那对了吗 那不就被我说中了吗 然后第二天你就自我惩罚 然后说 我第二天开始就不吃碳水了 好了 铜流感又来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循序渐进吧 循序渐进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念的朋友 他说今天吃了好几勺黑芝麻 还有一些黑芝麻酱 我觉得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这个丽莎说 要是自己学习的 我有营养师配了一年的生酮饮食 但是还是要自己怎么学最重要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找配餐 是吧 这个配餐 他不了解你的基本情况 很难了解你的基本情况 他只不过每天是给你甩硬一点菜谱 然后你自己爱吃不爱吃 他也管不着 你不照上面吃出问题了 他还屌你 然后呢 时间长了 你有可能会压抑你本来 有一些食欲 是吧 你本来想多吃点肉 他不知道你的身体情况 也许你本身肌肉就不够 你该多吃肉 他不知道 好了 但是他还是要求你只能吃那么一点 时间长了 你就差不多就要报食了 这个都是我从别的网友那了解到的情况 所以配餐我觉得也是 除非这个配餐员就在你的身边 是吧 他知道你的很详细的情况 能够设身处理的替你去考虑 根据你的自身情况给你配餐 这还可以 是吧 但是如果说 大家都是一视同仁 每个人的菜谱都一样 客数也没有太大区别 那这个配餐就不是很值得 鹿小鹿说 要配合重讯HRI7 可以有效刷枝 没错 油炸小可爱说 生酮低碳以健康为目标 没错 是的 现在网络上大多数人是把生酮当做减肥的一种方式 也不能说他就错了 是吧 是能减肥 但是这种减肥的方式 反而还是更多人接受不了的一种方式 这个饮食改变的很大 很多人不容易接受 完了之后 他怎么办 他就要开始贩卖焦虑了 这是各种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健康角度 从医学医疗角度 从咱们年纪大 甚至是更年期这些朋友 将来他后半生 如果你学好了低碳生酮 对咱们的后半生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好处 是吧 比如说什么阿尔茨海默 什么骨质疏松 这很多东西都可以慢慢的 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影响 可以预防的 或者说 甚至就是说 避免延缓他的发生 这是有很多好处 所以如果大家对低碳生酮了解 稍微深刻一点 就知道他这个不减 不仅仅是一个减肥的方式了 刚刚 紫叶朋友说 天气凉了 血压还是很平稳 很好 没吃江压药 心脏也舒服了 是的 是的 紫叶朋友 我不记得您到底是多少岁了 我是 总之肯定是年纪比我大 但是我觉得 有好几个跟您年纪 应该是差不多的 50多岁 这些朋友 他好像 很多这些东西都 不管是高血压 还有血糖 血脂 这些东西都能解决掉 只要你做好的生酮饮食 注意是生酮饮食 不一定是温克生酮 也不一定是低碳 这个真正的有疗效的 有医疗级别的疗效的 那只有生酮 低碳 温和 这个东西都是擦边球 都不好说 蓝色知识拿铁说 生酮的时候可以喝柠檬水吗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喝 先榨柠檬水 实在条件不允许 浓缩柠檬水 不放糖的 可以喝 这个蓝色知识拿铁的朋友 可以喝的 鹿小鹿说 宝宝十个月了 一开始是低碳 挺好的 咱们俩的宝宝是差不多大 我的宝宝好像是现在 他是一月份出生的 现在快要九个月了 那个鹿小鹿朋友 赶紧关注我 咱们加个好友 平常一起交流一下 那个 惠惠子 说什么 我看看 惠惠子 乐阳妈妈说 最近每天听音频 每次都想坚持 每次一个星期就想吃花生 花生 专门出了一期节目说花生 确实是太难 太难借了 这个东西太香了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么香 确实一吃就停不住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说 你尽量不要吃花生 把花生放得远远的 我这次回到湖南农村 到我媳妇老家 吃不着什么坚果 那就只能吃点花生了 但是花生这个长胖 等我回来再一成体重 就长了一斤了 这个没办法 所以如果对于刚刚生铜的朋友 刚刚生铜的朋友 还是尽量的避免花生 避免暴食坚果 那么只有等到你 生肚比较稳定了 体重比较稳定了 那个时候你再来吃花生 怎么说呢 我的经验 花生 但凡你想吃 好 你吃吧 吃完之后你发现 哇长两斤了 你又得花一个月的时间减下来 然后过了两个月 你又吃花生 你又得花一个月的时间减下来 你会发现哇这太浪费时间了 吃着吃着 你自己就觉得 下次再买花生的时候 你就脑子里面就开始 下一次有反应了 你就说啊 这玩意儿吃起来 我又得花一个月时间减肥啊 是吧 你慢慢会觉得不值得 去吃花生了 这样的话 比我在这儿 口水说干了 然后让你别吃花生 有效果的多啊 你自己有一个负反馈了 自己对自己内心中 有一个提醒了 这个效果会好很多 我当然是把我的经历告诉你啊 你真的是想吃花生 你吃吧 你吃个够 吃个够 你发现自己体重长了 完了之后又得 花个半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体重减下来 你自然就会觉得不值得了 然后你会越来越主动的远离花生 请问老师 生存到理想体重以后 适当恢复碳水 会不会有副作用 没有副作用 而且这个碳水 当然是建议你 还是循序渐进的吃回去 这样的话 对体重的影响 可能会稍微小一点 但是还是避免不了体重的往回涨 就是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你一开始就吃很多碳水 是吧 今天还在生酮呢 明天我就一下子吃完两面 那这个体重会涨得很快 一般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希望自己体重波动的太快 那你最好就是一天增加一点点碳水 10克20克这样碳水 一点点的增加 然后用这种增加的这种碳水 你去观察一下自己的那个体重到底有多大的变化 就是如果没有变化 好了 下次再多增加一点点碳水 就这么一直试验下去 但是总有一个程度 你的那个碳水就会达到上限 这个时候你的那个体重就可以稳步的上涨了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是会发现你的碳水的一个耐熟度 碳水的耐熟度就是这么测出来了 每个人不一样 你需要自己去测 这位叫啊 盛月然的朋友 这个答案已经告诉你了 而且是很标准答案 这不是我信口开河的啊 油炸小开说 奶油是好的脂肪来源吗 嗯 这个是一个很很tricky的答案啊 很tricky答案 这个比如说这个牛奶的来源好不好啊 是吧 有多少的激素和啊 农药的残留啊 不知道吧 啊 好了 这个喝奶的这个人啊 比如说你 比如说鹿小鹿 油炸小开啊 比如说油炸小开 呃 比如说你本身对牛奶过不过敏 是吧 对牛奶过不过敏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你如果本身对牛奶过敏呢 你这个奶油吃多了 其实是有问题的 有很多呃 对这种食材过敏的人 时间长了 他根本体重不会下降的 去医院一查 发现是牛奶过敏 啊 所以你这个奶油 不好说啊 啊 奶油里面也是有 牛奶蛋白 是吧 还有一些 动物脂肪 这东西 所以分开看 他脂肪那一块呢 还比较好 但是蛋白这块呢 就要看你了 对吧 过不过敏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啊 这个牛奶里面的蛋白呢 对胰岛素的敏感度 就是说 他比较容易 激起胰岛素的分泌 所以 这个牛奶蛋白 如果说跟肉里面蛋白 来横向对比的话 我觉得 如果大家想控制胰岛素 想减重的效率要好一点 我是建议大家 多吃点肉啊 这个牛奶蛋白里面 或者说奶酪啊 或者说你喝的那个鲜牛乳啊 那里面的牛奶蛋白 奶蛋白叫Casein 这个东西 对胰岛素刺激还是比较大的 除非你一次 喝的非常少 吃的非常少 那可能可以忽略不计 但你要是整天吃这些东西 你认为它是好的脂肪来源 你吃个没完 那你就落入圈套了啊 那对你的胰岛素 没有太大的好处 这个油炸小可爱朋友啊 已经回答你了 紫叶啊 紫叶说生酮了10个月 那你现在基本上把那个降压药的停了 停好了 那我们诊所里面也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 其实如果是大家做生酮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要突然断碳 是吧 你突然一下断碳了 这个降压药 哇 得马上做出调整 像我们诊所的医生 一般都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确实打算从明天开始断碳了 那这样降压药 马上就得给你停一半 不然的话 这个降压药 配合你这个低碳生酮 尤其是生酮 这个可能会把你的血压降得过低 这人会出现生命危险 这很要命的 所以像刚才有些朋友 我今天早上还碰到一个朋友也是 他自己做断食 其实他自己生酮了 已经低碳生酮了 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 然后他想做48小时断食 他断到30个小时的时候 完了他测自己的血糖 不然血糖只有2.6 他就吓住了 他实际上自己没有什么任何感觉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如果是普通的传统医生 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了 血糖2.6了 你这不是低血糖吗 你要不要命了 他开始吓唬你了 但是如果你本身 但是如果你本身生酮时间很长 身体对酮体的利用能力很高 是吧 血糖即使到2.6了 你这个酮体可能上到4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是吧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你测血糖没 没测 没测完 他跑去吃香蕉了 那这一下就退酮了 所以就是说 像这种血糖降到2.6 如果有些朋友还傻傻乎乎的 跑去吃什么酱糖药 打什么胰岛素 这是真要出问题的 但是您对这个生酮了解比较深 或者说旁边有医生会告诉你 在某些情况下 这个药是要停 甚至要减半 这些要操作的 所以完全基于大家对低端生酮的了解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对不对 听我讲完之后 不会觉得很复杂 我又知道说 有一次爆主食 早上爆了一个蛋糕 三碗米饭 没胖 那还是因为你比较年轻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本身有一道素抵抗 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那种 很瘦的马杆子女生 很瘦 他体那个BMI只有17点几 他对体重是不达标的 但是你让他喝糖水 一测出来 胰岛素抵抗 很厉害 而且他血糖也不好 所以有些朋友说什么 我没胖 没胖有可能你的血糖很糟糕 然后呢 这个你的细胞 利用胰岛素的功能很差 然后导致你怎么吃你都不胖 这是有可能的呀 你现在不胖 是吧 等到你要怀孕 要生孩子了 你发现 我靠这个体重怎么样 也增增加不了 这时候你要着急了 这个可不一定是好事啊 相反的就是 呃 体重能够迅速增加啊 又能很顺利的减下去 这才是比较健康的人 你说我怎么吃都不胖 这不一定是健康功 是吧 大家如果对这个怎么说呢 生理啊 医学啊 这块你要稍微见多一点 你会觉得 哎 这个东西值得深究一下啊 生同期间肝脏压力 会比较大吗 不会 你的肝脏只是在发挥 他原本的功能而已 你要这么想吧 你不吃很多碳水了 其实也把一些啊 压力也也释放出来了 对不对 你这么想就好了 这么说吧 大家开一台这个混动 混动的那个汽车 是吧 一会儿用电池 一会儿用那个发动机 那你在用电池的时候 这个发动机其实 他的那个怎么说呢 平常是不怎么用的 我觉得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么想 我们生同的时候 其实身体的压力负担是最小的 很多人是觉得 做了生同之后 浑身清爽 是吧 头脑啊 大脑清闯 然后身体轻盈 这个都是事实啊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陈皮又自渣 我建议你自己先试一下 不要这么多顾虑啊 你这么多顾虑 我说再多 你不一定信 还不如你自己先走两步呢 是不是 然后我节目里面 我有一些节目也说了 就有些人从中医角度说 啊 生同会不会上根上肾呢 啊 我们也有节目已经解释过了啊 这都是多虑 陈皮又自渣说 通过普通的减肥 体重下来了 但是脂肪肝消不掉 这就对了吗 你要真要利用掉 你的自己的内脏的脂肪 还是需要 至少你需要低碳 啊 你要想把脂肪肝逆转的够彻底 那一定要生同 啊 只有生同血同上来了 你的这个脂肪才能有效的被利用掉 不然这些内脏脂肪永远是存着的 当当这个身体的备用 备用能量啊 什么时候用 那是身体自己来决定 你自己决定不了 你跑再多再多再远也不一定有用 其实你跑多跑远 自然你就生生同了 你这么想就对了 啊 我其实 一般不会跟大家说什么 啊 锻炼啊 或什么什么的这些事情 其实 很多人常跑 跑着跑着跑着 把糖原用完了 就开始利用脂肪了 然后你再继续往下跑 就生同了 所以这个底层 底层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你可不要跟我说 啊 我脂肪肝是跑步跑完的 是跑好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 你跑到最后其实是在生同的呢 很多人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 或者他压根不知道这个底层机制 所以我们是怎么说呢 是是是把这个洋葱给掰到心里去了 一一层一层的都给大家给掰开了看 这个把底层的原理告诉大家 不会说哎呀 你跟我一起这么做 就可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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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你还是半萌在鼓里 萌了一半 是吧 刚开始生同 觉得生同很贵 因为看到很多食谱的三文鱼 草寺黄油 牛油果 蓝莓这些 但是其实 不用 对吧 你如果对食品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而且也有很多 美国的很多医生啊 我之前有讲过 那个叫Eric Westman 他就是一个代表啊 他觉得大家没必要 去追求草寺 去追求有机 是吧 你自己能买得好 买得着什么样的食物 你就吃什么样的食物 就是跟你考试考99分 考100分 还是说你考95分 是吧 考90分 你你对自己的这个 呃 完美主义到底要求有多高 还有跟你自己的消费能力 到底 啊 到底有多强 有关系 你确实完美主义 那你就什么都是有机 什么都是进口 什么都是无激素 呃 无农药 你去去追求这个100分 没有问题啊 只要你的消费能力 够强就可以了 呃 但是最后 比如说你 你的寿命能比别人长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比如说你原本只能活100年 你你靠这么吃 能活到110岁 这个没有人去做这个 呃 怎么说呢 没有人去做这个统计啊 所以说到底能达到多好的效果 就不知道 但是至少咱们就说 咱们从这河里先上岸先 对吧 至于这个上岸 你是走100级 100级台阶 还是走80级台阶 这都行 所以像一般的人吧 我是觉得普通的大众 呃 能够接触低碳 能够接触生酮 能够去执行 就已经不容易了 这个时候就别给他提醒 这个说无限拔高 一定要吃这个什么 有机啊 啊 草寺啊 这个可能是 怎么说呢 也许是商家做的一种宣传也好 或者什么 这可以认为说不是特别的有必要 毕竟咱们不 就算是不吃有机 不吃草寺 这个该逆转的脂肪肝也能逆转 对吧 该改善的这个 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功能紊乱 也能改善 对吧 该改善的这个肠一肌 也能改善 这不一定说我只有吃有机 才能改善的 是吧 有一部分人 比如说他们有系统性的免疫性疾病 那这拨人 你说啊 我的食物要求非常高 不然我就过敏啊 不然我浑身不舒服啊 那有这部分人 但是百分之八九十人 是不需要这么做的 啊 就是 一个就是给你推有机 给你推这个草寺 哎 你要看看这个人 他本身是不是就做这桩生意的 这倒是有可能的 呃 我们是怎么说呢 站在平民老百姓的这个角度 给大家做了一些建议啊 老师对生酮抗癌了解吗 跟普通人吃生酮方法一样吗 不一样 抗癌呢 是要求更严格一些 二十颗碳水以下 无限下 基本上是二十颗碳水以下 才能作为这种 呃 抗癌的这种生酮 这叫医疗级别的生酮 而且这方面也是催生比较 在行的这一块啊 所以 不一样 跟普通人吃生酮 你可能对蔬菜啊 对各方面的要求 那可能真的是要拿出计算器来算 所有的蔬菜 食物里面所含的碳水 全部都要算进去 然后要求这个总碳水 要少于二十克 这样才能 呃 把那个酮体 血酮能够拔高 能够在二啊三啊 甚至 甚至四以上 一般的要求在三四以上 我们营养性生酮是要求 啊 同体在零点五到三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达到抗癌的级别 你一定要高于三 甚至要高于四 这个是 不容易的啊 而且有时候抗癌的话 不光是生酮 因为有些癌症细胞 它也能利用同体的 所以不是说 我生酮了 我就不得癌症了 是吧 这个是要结合 就如果说你已经 有肿瘤 有癌症 是吧 你利用生酮 你要咨询医生 看看你这个癌细胞 肿瘤细胞 它是以什么 啊 能源作为供给的 它到底是吃葡萄糖的 还是吃同体的 这个要搞清楚了 这个东西可不能乱来 它要查清楚了 你这个癌细胞的类型 它才能给你对症下药 你才是否决定 要做这种极限的 医学性的 这种治疗性的生酮 把这个酮体 拉高拉高 再拉高 然后往往 这种严格的生酮 极限的生酮 最后还要配合很多的 那些抗癌药 完了之后才能 对这个癌细胞 有一个非常好的 影响 能够让它们杀死 能够让它们变小 所以这块 平常我在节目里面 一般是不说的 这个节目 直播的时候说了 所以我不会 不会把这段放到 放到那个将来的 po到我主页上去 大家听一听就好了 我说的也不是自己乱扯的 都是我看了文献 才告诉大家 Cathy芳说 所以她后来就是 五花肉炒各种菜 一周来几次海域 对 你这个很无脑 也很好 方法也很简单 其实生酮很容易的 真的是很容易 我是希望大家多去 试一试啊 自己感受一下 真的是很容易 干嘛 给我 是吧 老师指导吧 我收你个几千上万块 干嘛 不要这样子啊 这个节目 我是从18年开始 做这个节目了 这个节目都是免费的 放到网上 大家如果信任我 觉得我靠谱 那么就把我的节目 找来看 自己做笔记 然后结合自己的 自身情况 去一条条的去应用 而且这个顺序 我在节目里面 都告诉大家 该怎么一步步去操作 是吧 这个东西 我相信很多人 是拿了我的节目 自己学好了之后 然后再跑到线下去 收别人的钱 去去制造别的学员的啊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就是说 如果大家自己 有这个兴趣 是吧 稍微想 想这个改善一下 自己的健康 甚至是影响 自己家里的老人的 一些健康 亲戚朋友啊 什么的 尽管把这个节目 拿去学 是吧 让周围人去听 听完之后 对他们有正向的影响 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确实 你看如果像刚才 有朋友问这个 啊 有癌症怎么办 哇 呃 用生酮怎么干预 这个我们线下就有 像我们节目里面 出现那个崔医生 他自己本身 就在这方面 啊 有很多建树 他就见过了很多的 那个癌症病人 对他们进行这个 生酮指导 让他们用这个生酮 去控制 比如说脑啊 脑胶治疗 大家去搜 搜我的视频 脑胶治疗 空格 KiloCN 咱们右下角 这个英文字母啊 去搜 就有这个节目 这个他自己本身 就有这种经历 所以怎么说呢 对于确实 需要用生酮饮食 来做医疗 来做治疗手段的 这部分人 那确实需要交钱 让医生来帮你治疗 呃 如果大家都很健康 是吧 呃 比较年轻 是吧 身体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那就自己学一学 呃 实在搞不懂了 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这都可以的 啊